登录进入Schoology后 你可以选择查看你的孩子的账户活动情况 使用右上角你姓名旁边的下拉箭头 访问小孩账户 选择需要查看的孩子的账户 绿色勾选标记将指示你正在查看的学生账户 学生活动视图将允许你从学生的角度查看Schoology 在这里你将能够查看你的学生活动 最新活动 最近的成绩 如作业考试测验讨论 以及即将进行的作业或者活动 你还可以查看学生的课程小组和成绩报告 对于初中和高中的学生 家长还可以查看你的学生目前注册的课程和小组 以及注册课程的当前成绩 要查看学生的课程或小组 请使用顶部菜单栏中的课程或小组按钮 在这个屏幕中 你将看到学生当前注册的各个课程或小组板块 单击所需查看的课程 以便从学生的角度查看课程内容 在学生活动试图中 你可以单击顶部菜单栏中的成绩单按钮 来访问孩子的成绩报告 你还可以访问学生的日历 通过点击菜单栏中的日历图标 你可以查看学生的Schoology日历 这将允许你查看孩子所属的各种课程或小组的 所有需要完成的作业或活动 这条 conditions 我每个人都没有 谢谢观看